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原以伊朗德黑兰时报,原以标准普尔全球普世SP Global Plus的数据报道,尽管存在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风险,德黑兰对华石油出口让伊朗增长。 报道着,根据数据,尽管存在来自美国的威胁,伊朗原油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量7月份还比大幅增加,6月份对华出口量达722100桶每天,7月份增至199452桶每天。 消息说,尽管印度部分链油厂,表示,将缩减伊朗原油进口,伊朗原油对印度出口量7月份仍有所增长,增量突破4万桶,达706452桶每天。 此外,由于日班的链油厂,试图在美国制裁生效,前进可能多的进口伊朗原油,伊朗原油对日出口量达到7个月以来的最高方。 DUF美国公布对伊朗的制裁后,国际能源署发布了包括石油出口数据在美的最新报告,由于对伊朗的石油制裁生效,再加上其他产油国,存在的各种生产问题,维持寻求原油常规供应将非常具有效战性。 国际能源署补充说,因此,市场前进可能远不如今天那么平静。 美国对伊朗的第一波制裁于8月7日正式生效,伊朗政府不得再购入美元和黄金,同时也不得向美国出口地毯、食品等商品。 特朗普还警告说,除非伊朗进行变革,已符合美国的要求。 否则华盛顿将在11月初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。 第二批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,将针对伊朗的港口运营,以及能源、航运和造船业,同时外国金融组织与伊朗中央银行之间的市有交易也将受到影响。 当然,在短期内还不会造成十分严重的供应问题,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沙特的石油产量正在增加,同时俄罗斯以及其他几个海湾国家的石油产量也在增加。 IEA石油工业和市场部门负责人Neil Atkinson表示,但正如我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,虽然现在情况还不是很严重,但我们不能预测在今年晚些时候的情况,如果后期受到更多的制裁,那么由此处于供应紧张的局面,就会存在油价上涨的风险。 他补充道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